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以晋 为我们讲解一下音乐那些事 刘以晋 你好 你好 咪力 很高兴你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能不能和我们电视间观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大家好 我是华语歌手刘以晋 我的代表作品是《别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和《我用全部的爱感谢你》 好 谢谢你 原来当初很火 在微信朋友圈 就各种转播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原来是您写的 对 是 很荣幸见到你 很荣幸见到你 那说到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等等歌曲 那我想了解一下 那它是2016年的时候播出的 那之后呢 最近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呢 最近呢 我一直在忙着我的新作品 新歌 十歌曲都是我本人的创作 但是呢 我对歌曲的要求有点高 有的时候呢 为了旋律的优美 回个头去修改已经订了稿的歌词 所以花了很久的时间 那这首歌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和我们大家见面呢 估计这首歌在圣诞节之前吧 就会和大家见面 那从创作到作词 作曲等等呢 花了大概多久了 这首歌 大概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吧 一年的时间 那真的是非常久了 对 那您觉得这个能不能和我们透露一下 这首歌曲的一些小信息呢 因为呢 这首歌呢 跟我之前的两首曲风完全不同 但是呢 发现之后你就知道了 你记得去各大媒体软件关注我的新作品 那有没有跟我们能说一下 当初创造这首歌曲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或者说是为什么想到要写这首歌的呢 因为我创作作品呢 首先呢 要需要灵感 就像之前你问到我 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在找那一种灵感嘛 所以说当我找到它的时候 又要去做这个一些后期的一些工作 所以就很久嘛 其实我想特别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艺人写了很多歌呢 也都没有火 但是你呢 可能是属于特别幸运的那种 第一首歌就是一下子就火了 那而且有很多很多人都在传播啊 然后有甚至是现在这个广场舞啊 都有很多人用这首歌在跳 就是有一个小船说翻就翻 那您自己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觉呢 因为呢 我是一个新出道的歌手 2016年我才正式出道 但是出道之后 我的那首歌 别让有一个小船说翻就翻 一下子就有很大的火热度 对 全国呢 还把它编成了广场舞 做成了教学视频 是的 在全国广泛流传 这样的话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啊 对 因为呢 我觉得人呢 要心存梦想 心存梦想 幸福就会降临你 你心存希望的时候呢 梦想的时候 你也会有更好的机会 那在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 是不是您就一直心存着梦想和希望呢 对 是 那其实我非常非常好奇啊 您是怎样走上了音乐这条路 然后成为这个音乐人的呢 因为呢 这可能也是受我母亲的影响 在我小的时候 我母亲是一名演员 她就在音乐和演艺这方面 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在她的影响下 使我也热爱了音乐 所以你母亲小的时候应该 在你小的时候 她应该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 对 非常喜欢音乐 我母亲会很多乐器 她特别喜欢二胡啊 等等的这样的乐器 那我就很感兴趣了 您是不是也会很多乐器呢 对乐器呢 可能说跟那些专业的老师比起来 差了很多 但是 但是也会 是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您母亲啊 是做这个演员出生的 那为什么您没有成为一位演员 而是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呢 因为呢 我觉得在电影和音乐方面 我比较爱音乐多一些 多过电影一些 那您觉得这个 比如说您自己对于您自己的音乐 有什么样的追求 或者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希望呢 我的所有的作品 包括我今后的作品 都会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 好 谢谢您 那我这个听说啊 您在这个北京啊 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那您这个影视公司呢 它是 为什么想在北京做这个影视公司呢 还有它的主营业务是哪些呢 能不能和我们讲解一下 因为电影呢 我从小的时候受过李小龙的影响 我的偶像就是李小龙嘛 当时在小的时候还特地去学了几年 武术公布模仿它 但是对电影这个行业呢 自己有很多地方要去摸索和学习 在今后 所以您是因为喜欢这个电影 对 所以呢就打算做这个电影公司 是喜欢李小龙 是喜欢李小龙 对 那这个明星啊 向云真的是特别的 对 他在我这个小的时候 对我的影响力非常大 就是喜欢李小龙 对对 然后呢就喜欢这个功夫电影 那您现在拍的电影 是不是也是功夫电影 我的新电影作品很快 不久的将来就会跟大家见面 我希望呢 到时候大家像对我的哥一样 去关注我的电影 那他走的路线 是不是也是你喜欢的功夫路线 还是说他是 他的电影类型是什么种类的呢 首先呢 我比较喜欢李小龙这个人 对功夫呢 对电影 也感兴趣 对 我都比较感兴趣 是 所以您自己也会考虑尝试这种 武打篇 对 我会去学习 会去学习 好 谢谢你 那除了这个做电影啊 我知道你们影视公司 还有其他哪些业务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 我们后期电影制作 媒体 包括音乐制作 签约艺人 我们都有这些项目 其实您的日程啊 也是非常忙的 又要经营这个电影公司 然后呢 还要忙自己的乐曲 那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应酬 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 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这个 一些时间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谱写你的歌曲 还是说对于你自己的音乐 是有帮助的呢 怎么说呢 有一粒就有一臂吧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影响的 对 因为可能在以后的 拍摄过程当中啊 可能时间就很少了 放在这个音乐上面 但是我想也会有一些帮助的 这样的话也会让那些 更多喜欢电影的人 在电影里面能够听到我的音乐 对 其实我觉得文娱这个电影啊 和音乐它是分不开的 是相辅相成的 对 所以呢 我觉得 希望你乐作也好吧 好 那我现在电视机的朋友们 肯定就非常感兴趣 想听一下您的歌喉 那您是不是能给我们高歌一曲呢 好的 那我就把我的代表作品 别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献给大家 好的 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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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都搀扶 若是朋友就该同感共苦 时间会证明 情比尽坚固 做一点快乐 少一点痛苦 做一点笑容 彼此都祝福 风光的时候 谁又靠得住 问天问地 问自己 无悔当初 别让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现实的海 总有太多波澜 你给我阳光 我姐给你温暖 这一辈子一起走 不怕苦和难 别让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人与人之间 少一点埋怨 世界还很大 我们都去看看 别让这份心感 只出现朋友圈 有意的小船 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好 谢谢 谢谢刘雨 因为我们带来的 如此精彩的节目和歌声 那下面呢 有没有什么 想对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的 2018年1月份 我的新专辑 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大时候 大家关注我的新专辑 好 谢谢 谢谢你今天做客 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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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